近期私校退场争议 或是过去要尝试推动的公立大学法人化 让大学拥有经营、人事和财务等自主性 但法人化的路程始终遥遥无奇 立委就表示近年国内许多大专院校反映经费不足 大学要能够持续获得公共资源的挹注 建议走上法人化 只有往这个方向走了之后 你包括公司要怎么合并 那个机制才存在 包括公教要怎么分离也存在 也包括了整个大学能够更弹性自主 这些事情也就比较能够迎刃而解 大学要靠法人化落实自主 从教师的公教职分离到土地的财产归属 都需另定条款 另外也进一步表示 既有的会计审计若退场 也不能留下真空期 推动法人化也必须要有大量的资源 克服退府制度等等 再看到近期私校退场争议 少子化冲击私校经营 也让原民立委关注原民学生在高等教育中的现况 109年的大专院校休学学生 3110个人当中 比上学期还增加了 为上了79个人 工作需求 志趣不合 经济困难等等 当然这个都是老问题 我们现在在大学是已经有原资中心 这部分我们再跟原资中心再来 讨论看怎么样 有办法给比较有效跟确实的协助 在教育部的报告中希望提升大专院校的治理效率 提升大学自主性更要提升竞争力 不过现实确认面临公私立大学整病问题 过去公立大学推动法人化未达共事 近年更提出了私校自身办学和财务状况后 要以私立学校法规划退场 也让外界提出缺乏辅导机制等问题 以上种种因素 更让台湾高教面临萎缩的困境 有点新闻 给了让迪弗洛宛立法院采访报道